歡迎大家收看這個東岸生活志 我現在是在加拿大的東岸哈利FAX 昨晚下午和晚黑這裡下大雨 所以昨天沒有在外面做這個影片 今早這裡也有點濕,在這裡做 昨天在這裡來說,大件事 在下午遲一點的時候聽到大新聞 全部是guilty,是有罪 那個陪審院就不用了很久了 我就不解釋,或者公開來講 在Youtube,我就不說我是站在哪裡 但是,始終有一件事 可以看得到,在美國的法律制度來講 無論你的嘴巴多大,你做過總統 你有多少人支持他,什麼都好 嘩,即是法官,或者法庭 以及那些檢控官,即是prosecutor那些 是可以將以前的總統 拿來公開審訊 現在不是聆訊,不是說聽話 是審你,說你有罪沒有罪 坐牢,現在有罪,坐牢的機會就不是很大 但是始終他都被判是有罪 上訴打不打得掉呢,這個是以後至講 始終是十二個陪審員 美國就很重要的,要十二個人 要一致通過,即是有一個說 想想先,或者我不信,或者 都不行的,要一致通過 以及今次很快,一兩日就一致通過 即是說,他們都不用怎麼爭辯了 即是沒有怎麼爭辯了 所以可以看到這裡的法律制度 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 你坐過什麼高位都好 即是你要向以前你做過的事是負責的 不可以是亂來用你的權力 當然有人這樣做 但是要負責的 這一段到現在 特朗普都搞到這麼麻煩 但是自由民主也有另一邊的 喂,話就說是convicted felon 即是定了罪的 即是有罪之身一樣可以競選總統的 即是有人支持你就可以了 那現在他是不是很多人支持呢 那麼大把人支持啊 即是如果你看得Fox News多了 你就真的說 即是好像是他的台那樣的 那麼大把人支持的 那麼這一個呢 那麼這一個呢 也都是你說 啊,我不服那個法庭 或者我不服那個政府 那麼你可以罵 哈哈哈,真的 那麼表面上呢 你就說,喂,啊,真是 那麼社會很亂 那麼表面上呢 就真的挺亂的 但在亂的呢 當中呢 在亂的當中呢 是有程序的 regime in chaos 那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可以說的 特別之處 有 order的 這個是美國,加拿大亦都有這一種東西 我亦都是講一下這個大選 加拿大現在就沒有大選,但是這個醞釀的了 加拿大沒有大選的原因是因為NDP真的撐住自由黨 人家自由黨做什麼都好,一定是一條陣線 其他反對黨、保守黨說什麼都做不到 這個就沒辦法了 我知道如果香港人來講 或者是香港來的人來講會不會很多投NDP呢? 都有的,有的,不少的 要想一下 英國大選 這個世界今年真的有很多大選 美國大選,加拿大就未知 隨時,但是都不會的 我可能錯了 但英國7月4日大選 應該就是東黨就會贏了 保守黨這次就搞到這麼和 但是你們那些自由民主黨、綠黨那些 就真的沒什麼作用 在英國來講 他們要振興一下 還有一個國家是會大選的 這個國家我亦都要講一講 但是香港人對這個國家很多是… 我可能知道它在哪裡,但是與我何關? 但是這個亦都可以看到一回自由或民選政府的一回事 是可能會很和的 就是哪裡呢?就是南非 南非,如果大家就是… 好像我這樣的年紀 我還記得南非是種族隔離的 198多年那時候戴卓爾、列根那些 都仍是擁護白人的種族隔離政府 後來就不行了 ANC執政、黑人的政府 就沒有了種族隔離 自由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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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選 Mandala以前是領導ANC 它這個黨派就在隔離主義 沒有了隔離之後一直都是執政的 但是如果大家是屬非洲這些政治 雖然說是民選政府 但是南非一直都是很亂的 如果大家做旅客的、遊客的 我知道香港是有團女南非 可以發覺那裡真的很亂 搶野又多、罪案又多 還有經濟都很不可以的 那是不是民選之後就這麼差呢? 如果是在那裡居住的 因為我以前也有些同事在那裡來了 如果大家在我這裡有些護士 有很多移民 香港有這麼多移民 南非都在那時候 1989年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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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來加拿大的移民 是南非的白人 那就是一樣的 因為1989年的時候 南非的政局是很亂的 所以很多人移民 尤其是醫生好、護士好 因為那時候的南非的護士 是可以直接在加拿大 很多執業不是那麼難的 因為都是用英文教 所以我也認識一些 那時候的南非來的家庭 全部都是白人 最後就穩定了 雖然是黑人政府 但是穩定了 即是跟香港的那時候 九幾年的移民一樣 每個都回流回流 全部都回去了 所以我認識的那些 每個家庭都回去了 他們現在怎樣就不知道 就斷了聯絡 但是那個治安、經濟 都不是那麼好的 那我以前那幾個視頻 講海地 海地還亂 政府都沒有了 不要說說這個選舉 南非始終都有選舉 但是今次的選舉 我想照我看得到 就不會說ANC那麼容易 可以有大多數的政府 可能要跟第二個拍檔 會是怎樣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可以看見一件事 就算是美國好 英國好 一人一票 這個是言論自由 當然是好東西 但是這些這樣的 我們認為是好東西的話 也都是有代價要付的 有時候在表面來說 是不太穩定的 你會亂一些 美國現在兩極化 當然是亂 英國人 英國 經濟是一般 但是都是咬叫很多 南非就更加壞了 海地以前都有民主 但是可能那裡的人 那裡的人對民主 或者是自由的意識 或者是自由的意識 真的沒有什麼 所以當一個民族 或者當那裡的國民 對民主自由的意識 不是強 不是說真是珍惜的 亂來的話 那這個呢 是會搞到很亂 真是可能會搞到很禍的 那這個也都 就是大家要珍惜 還有要面對的一回事 但是又不公開 對人說謊 讓我們再去 驚訪 以前 是